各位請坐 剛才福音有一句說話 我們在這裏 什麼呀 我們在這裏 怎樣好呀 有人說 當你認識了一些朋友 而你忘記了的話 你沒有什麼損失 不過 如果你認識了耶穌之後 而你忘記了他 你會損失一切 上一星期我們聽路加福音 記載耶穌受到三次誘惑 這個三次不是次數那麼簡單 是三類的誘惑 包括了物質的誘惑 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誘惑 包括了人與天主之間的誘惑 在上個星期最後就說 魔鬼用中一切的方法 想令耶穌跌倒 不過他失敗 不過他再等時機 就是說我們整個生活裏面 很多時候都受到不同的誘惑 作為教友 特別作為 將會成為後世者 你們生活裏面一樣 有很多的誘惑 譬如說 咦 我是不是準備好令勢呢 行不行 好像先說 我有一班考試 好像問一些問題 好像不太懂得答 諸如此類 或者人家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做教友 看樣子都不像 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內外有很多的困擾 所以今天的讀經 最主要要加強我們的信德 如何能夠在基督裏面 找回這個動力 在第一篇讀經裏面 創世紀 阿伯朗 阿伯朗是甚麼人物啊 他是一個可以說 游牧民族 他生活周圍去漂泊 就好像一個沒有目的地的 一個旅行者 他都上了年紀了 亦都沒有子女 他的人生 就好像 一個失敗的終結 就是這個時刻 上主主動地啟示給他 以及主動地向他承諾 你將來會有自己的土地 以及你的子孫 會有很多 聖經裏面沒有記載 阿伯朗其實有甚麼功德 而是天主地親自對他承諾 即是說他得到這份的恩賜 是天主白白給他的 不過他蒙召了之後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相信天主 他相信天主對他的一切安排 而天主就以這個作為他的正義 這個也是聖經裏面第一次 講到人信賴天主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說阿伯朗是信德之父 所以信德是很重要的 信德是說 願意將自己的未來和生命 完全交給對方 即使看不到甚麼希望 或者不清楚 不過繼續堅定地去信賴上主 而我們剛才聽的就是看到 天主主動地對阿伯朗這個信德的回應 通過一個簡單的儀式 就是將牛 將羊 劏開 放兩邊 這是一個納約的儀式 就說當兩個納約的人慢慢經過的時間 大家要信守這個承諾 隨便一方不信守的話 就好像這些動物被扯開 被毀滅 忠信是很重要的 但剛才我們聽的時間 誰忠信呢 是上主藉著火來表達 阿伯朗都沒有走到 即是說天主白白地去施予這一份的恩慈 所以信仰本身 就是天主無條件給我們的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甚麼 而是天主挑選了你 將這份恩慈無條件給你 就算你繼續犯罪 天主永遠地去愛你 和保守著你 我們坐坐110位的弟兄姊妹 你們稍後遞上申請書 但我都看過了 你們導師前一陣子收集了 我都很用心看 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一半人以上 你們以前是我們天主教的小學 或者中學 那你們都多謝很多前輩 很多人撒了很多種子 不過你們後來種種緣故 賺食或者其他方面 不過生活上有時未必那麼順景 可能有些親人有病 甚至有些面對死亡 或者事業上感情上的種種緣故 你們開始尋找生命的意義 剛巧有些人 有些朋友 你試一下信一下天主教 或者有人介紹 起初的時間 你們舞蹈都會有很多個提問 很多東西不明白 不過藉著導師 能夠一一地為你們開解 有些人一路舞蹈 一路去問尖 有很多 搞到自己亂了 沒有這樣的必須 不過人們很多時候貪心 喜歡每樣都去 不要浪費了它 但有時 和朋友爭吵裡面 都會看到很多的問題 經過了年多的時間 你們發覺到自己又改變 甚至有人告訴你 你好像變了 即是覺得好 你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在過程改變裡面 你覺得自己以前好像很聰明 說我會考慮A的聖經 其實當你舞蹈的時候 發覺到原來越來越懂得很少 或者說在過程裡面 你看到 天主都這樣保守著你 很多事情剛巧發生的 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 所以面對現在將會 抵述這個申請書的時間 有些人認為自己未準備好 有些人認為差不多 不過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更加信賴天主 信仰就是這樣的 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 天主選我們 或者我們做得不好 天主不管我們 不是 天主是一個慈悲的天主 為什麼選你 我們不知道 唯一解釋 就是天主愛你 天主藉著你 都告訴其他人 天主的愛就是這麼特別的 所以天主對人的愛 是永不改變 在菲尼白書第二篇讀經裡面 我們聽到 聽到聖寶獨中圖 他有一些怒氣 會看到 我們其實得到天主白白的恩賜 但我們很多時候不珍惜 我們甚至成為了基督的敵人 一般敵人說是一些不信教的人 或者一些狂熱佛子 但他所說的 就是有些人 名義上是基督徒 不過在生活上完全看不出 他們時常都想著喝喝吃吃 想著去玩 人們在他身上 經驗不到 一個基督徒應有的整個態度 聖寶獨中圖再次提醒我們 整個人生 信仰是整個我們的生活來的 不只是守一些規矩 去聖堂 這麼簡單 只是平時做回自己的事 或者只是物質的生活 只是尋求舒服 再次提醒我們 如果我們人生 只是以為只是此世 只是盡量地去享受的話 我們錯 這是不對的態度 聖寶獨再次提醒我們 我們的家鄉 願事在天上 人生只是一個旅程 我們怎樣能夠 在生活裏面 能夠善用天主給我們的恩賜 否則的話 我們好像昔日 阿巴路未做夢照之前 好像一個淫目的人 好像一個沒有方向的人 好像一個生活裏面 一個流浪者 我們座堂 由一月開始 我們非常之強調 生活聖言 了解聖言 是很重要 我們有研討會 我們現在 座堂的堂居務民議會 每次開會的時間 有半小時 一起會做聖經分享 有不同的組別 現在都展開了 這是好事來的 就是藉著聖經 幫我們能夠了解 耶穌是誰 能夠藉著耶穌基督 幫我們了解天主 幫我們了解自己 而藉著分享 我們經驗到聖神 在我們之內 藉著人的改變 使我們能夠更加 認識信仰的可貴 曾幾何時 我都跟一班人 做聖經分享 當自己分享的時間 有些人意識到 嘩 我好像什麼都不懂 甚至不懂得 第幾頁 現在那些務道者厲害了 嘩 轉來轉來都懂得 我做了教友三十幾年裡 我不懂得祈禱 這些務道者現在很厲害 能夠自發性祈禱 自己覺得很慚愧 雖然自己做了這麼久的教友 但是同事不覺得自己是教友 有時到處去玩 甚至去深圳、打骨 去色情尚所 自己為何會這樣 在聖經裡面 看到自己很不像樣 不過幸好教會 現在是慈悲希烈 自己相信天主大發慈悲 不過不能夠網用天主的慈悲 自己定辭 於是他自己扮一個妥當告解 嘗試自己重新再來過 雖然做了這麼久的教友 告訴自己 我從頭再來過 當自己好像剛剛領世一樣 給自己機會 所以這是一個好好的 不要說做了教友 就算數不夠的 不進就則退 所以怎樣能夠藉著聖言 不斷地強化我們的信仰 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路加福音 講到耶穌帶著三個愛徒上山 上山做什麼呢 為其他馬爾谷和馬鬥 就說上山 不過路加特別強調 上山祈禱 祈禱很重要 就是耶穌祂會幫自己 再次究竟我怎樣救贖這個人類 用什麼方法 再清晰自己的召叫和使命 同樣我們每一次祈禱 再次認識我們在天主面前的實況是怎樣 我們怎樣能夠不斷地改善 所以耶穌基督祂很意識到自己 是要拯救這個世界 不過祂用的方式 就不是用普通的人要威衰 很厲害 耶穌不是用這種態度 甚至祂好像被人覺得 好像一個失敗者這樣的態度 因為最初很多粉絲 很多人跟隨祂 不過慢慢的人 不接受耶穌所說的 那麼強的要求 所以那些人離棄祂 甚至有些人認為祂好像 經常都不講規矩 經常都和那些法律抵觸 覺得祂好像搞搞震 有些人覺得 對祂有威脅 想耶穌死 所以耶穌都面對很多的衝擊 之後呢 接著聖經說什麼 祂改變了面獄 馬爾哥就說 耶穌顯性獄 這裡改變面獄 這個很有意思 特別說到如果一個人 和主相遇的時間 和天父相遇的時間 我們都會由心裏面 慢慢轉變 這個情況 好像昨晚刻 我們有徹夜祈禱 我們在聖體面前 會看到那些人的 那種的心態 那種的改變 你留意到那些表情 或者不知辦告解 辦前辦後 樣子都不同了 多一個人充滿聖神 充滿主的恩賢的時間 很自然流露出 一份的特別的面容 我們說 特別 路加呼音記載 有兩個人物出現 一個是什麼 是梅室 一個呢 埃尼亞 梅室代表梅室法律書 一個呢 就是先知書 即是說整個舊約 都指向耶穌基督 而他們談論呢 是講耶穌的死亡 不過耶穌在生的時間 多次說 他已經說了 我將會被人殺害 被人抓 死亡 不過第三日復活 耶穌不單止他 看他的死亡 更加穿越這個死亡 是光榮的復活 所以耶穌多次說 人子必須 必須受苦 然後進入他的光榮 所以後來兩個人物消失了 就是說 耶穌的中心 就是整個歷史的中心 當這兩個人 講了之後 消失就是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要關注 要認識 但人通常是怎樣 講到這些問題 紛紛肉碎 就說面對真理的時間 面對痛苦 人很多時候逃避 就好像這個 山元祈禱的時間 人們飲飽食醉 去到山元祈禱 耶穌其實有很痛苦的時間 這麼重要的時刻 那些門徒 都是這三個人 睡覺 那時候我們人性 就是這麼軟弱 威水的時間 就分享耶穌的威水 有困難痛苦 就不理 但耶穌很清楚 如果我們來 就是走一條苦路 就是願意犧牲自己 能夠通過這個死亡 能夠進入祂的復活 因為耶穌多次說 墨西亞必須通過這個苦難 進入祂的光明 巴多拉他們搭多少個帳牌 三個 為誰呢 為耶穌 為梅塞 為阿尼亞 他忘記了自己 太開心了 因為他看到耶穌改變這個面容 人很喜歡停留 這個帳牌意思 天主的臨在 人喜歡只是開心快樂 但遇到困難的時間 人往往是會逃避的 而運彩同樣是天主臨在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看到 其實這個之前 甚至說第八日 第八日就是安息日 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其實可以說 每日都是一個出谷的時間 我們每一次回來聖堂 其實有一個好像上山的經驗 我們大家一起聽聖經 一起唱歌 領受聖體聖事 當出去的時間 樣子都不同了 可能你來之前都背著很多的困難 痛苦、矛盾 不過藉著上主的話 幫你啟發了 特別藉著聖事 讓我們有能力 所以我們不要只停留在這裡 要出去 不單止我們在這裏真好 要使得在家裡 都可以說我們在這裏真好 甚至在寫字樓的時間 都可以說我們在這裏真好 因為耶穌就在我們當中 所以今天三篇的讀經給我們提示 就是 天主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麼愛 特別各位 後世者 你們都過這年紀裡 都經驗到 天主在你家庭裡 在你的信仰生活當中 不斷地保守著你們 而天主這份愛 是無條件的 是忠信的 是永不改變 就算你們都會有犯罪 會跌倒不需要的人 有個聖經的故事 就是浪子回頭這個圖像 總之間這個小兒子 覺得自己不堪 但是天父就好像這個慈父 時都等著我們 時都想擁抱我們 接納我們 寬恕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份謙卑的心 在主的面前 時都求主寬恕 但是主一定會接納我們 寬恕我們 第二就是說 縱時間我們做了教友 需要繼續進步 不盡則提 不盡就會退步 所以慈悲欺憐 是一個欣賞的時間 再一次經驗上主的慈悲 而天主對人 是無限寬恕 縱時間 好了 很久已經沒有辦告解的人 現在是一個好機會 重新再來過 學無先後達者為先 希望我們能夠珍惜 每一次悔改歸醫的機會 第三我們說 我們在這裏真好 不單止主日參加尼撒 都希望在信徒分享聖經當中 在家庭裏面都可以 不斷藉著上主的話 能夠經驗到 和生活到 我們在這裏真好 但是具體上來說 我們不只是停留開心欲發的時間 我們要見證 就好像耶穌基督 祂知道自己的生命 就不斷奉獻 耶穌基督說 很重要 天父說 這是我的愛子 你們要聽從祂 所以不單止聽 是要服從 耶穌基督說 如果誰跟隨我 你們必須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來跟隨我 所以各位舞蹈者 我們大家都在走這條路 不單止是苦路 苦路的盡頭 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 希望你們能夠藉著上主的話 天主的聖言 能夠更加很清楚 你們跟隨的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有一切的恩賞 祂會保守著你們 和你們同行 所以當你們有困難的事情 不要忘記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寓意和你們分擔 和你們同行 和整個教會 在四場的這邊 都特別為你們祝福 為你們祈禱 希望你們能夠更加準備好 接受人生一個重要的時刻 使得你們的生命 不單止是你們的生活 而是讓基督在你們之內生活